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12月出口表现 财政部长说估计双位数成长 数位化冲击 南山人受超过366名员工转型 金钱爆6年产赔超过38亿 关闭中国29间店 全国空污突破120万件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在大力光跌身反弹的带动下 加上台积电以及鸿海强力助攻 加全股价值数盘中占回半年线 10555点位置 多头力批年底前强势表态 内资与集团股坐账气势强 分析师指出 从技术分析和人气判断 台股渴望在2017年封关站稳半年线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上个月特斯拉才推出 续航力800公里的半挂是电动卡车Semi 执行长马斯科27日透露 最快2019年推出电动小货卡 尺寸类似福特F系列小货卡 台湾亦以往的合作经验 渴望在新产品抢下商机 商业资源公司Aspers Markets分析全球最赚钱的100家公司 赚出每位员工平均为公司创造多少获利 台积电员工创造利润为全球第九 每位员工创造21.8万美元 是雅气之首 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免税时代即将结束 两国计划在明年对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务 课征5%的增值税 目的在油价下跌之际提升国家收入 苹果手机身价最高的iPhone X 已经开卖近两个月 消息指出 iPhone X在中国大陆掀起换机潮 但美国等市场销量不如预期 传闻直出 并获将在2018年初调降iPhone的价位 刺激销量 新唐雅客电视 真理报道 毛鞋带领台湾厂商和印度电动车大厂 下坛双边合作 今天宣布下坛成绩将创造9000多万美元的商机 更多讯息马上回来 业界第一领导品牌 扇腾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 冷气 滤镜 以及多用 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疼爱地球 善疼热泵热水器是您最好的选择 爱就从每天一杯的出乳开始 天然纯净的牛出乳含大量免疫球蛋白 台美FDA双认证品质把关有保障 添加多种营养素给家人全方位的补给 坚持无糖是出乳国际对您的承诺 欢迎回来 全球节能减碳的意识提升 电动车的发展受到各国政府重视 贸协今年也带领台湾厂商和印度大厂 洽谈双边合作 今天贸协宣布洽谈成果将创造 9000多万美元的商机 全世界电动车市场逐渐打开 Google Road和特斯拉成为民众 越来越熟悉的品牌 贸协董事长黄志芳表示 印度人民持有车子的比例 目前只有2% 在印度政府宣布2030年 要全面改售电动车后 印度市场有极大开发潜能 因此今年致力进军印度市场 举办的台印电动车合作采购洽谈会 就有26家台湾业者报名 洽谈成果创造1亿美元商机 我们一共有26家的业者报名 包括东元 山阳 华城 奇艺科技等等 50场次的洽谈会下来 实际的洽谈创造了 商机9000多万美金 黄志芳说贸协为了前进印度市场 协调整合台湾业者 并带着印度大厂如Hero Electric Mahindra & Mahindra访台 让台厂更了解印度市场需求 希望全面开发印度市场 并计划在未来用台湾优势 让国内做四轮电动车的供应链业者 和各国知名车厂合作 黄志芳指出电动车用电成本 2010年每度1000美元 今年下降到286美元 预估在2020会降到100美元以下 配合各国政府优惠政策 电动车产业必然会爆发 黄志芳表示电动车发展 会带动产业重新洗牌 台湾进入市场的脚步不能落后 新台亚太电视 胡宗翰黄晏林 台湾特别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南韩官方预估 明年生计成长3% 金融时报 欧盟将修改法规 为金融科技产业让步 博尔街日报 白宫通缴联准会副主席人选 全面世两位前部系政府经济学家 日本经济新闻 日产汽车都会使用 无执照员工检查车辆 后续风缩 让日产11月国内生产量 减少42% 台湾厂商培育优良菌种 研发飞机改的牛张之固态体养 点多顺息马上回来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异菌透气除臭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你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相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时尚又环保的尿裤 极可酷 台湾机能性仿制品 超细纤维 绵柔触感好舒服 防水同时具有超乎想象的 高透气性 透气度是指尿裤的60倍哦 尿尿便便好清醒 表层干爽超舒适 指尿布外的新选择 省间环保舒适的尿裤 喜可酷 欢迎回来 牛樟知识是台湾国宝 及食药用真菌 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 保健圣品 受到政府以及民间企业重视 有生计业者就从研究菌种着手 找出最优良的菌种 研发出非基因改良的 牛樟知固态培养 大幅提升营养价值 同时也获得专利 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牛樟知识的食物 它的一些营养来源 就是利用这些服务 处理好的非基改五股杂粮 人工分装到玻璃瓶 重量大约150克 不能多也不能少 因为它们是培育牛樟知的重要基石 尽管已经带上瓶盖 还要再铺上两层牛皮纸 避免灭菌时 有蒸汽进入 影响品质 入完基纸的这样子的一个玻璃器皿 把它鼓物呢 给它拿到灭菌 去完成最标准的一个灭菌方式 那我们使用的是 121度的这个温度 20分钟 然后我们再到 现在来再做植入牛樟知 菌株的一个动作 牛樟知它所含的 最主要成分就是 三贴类化物跟多糖皮 这个是比较大家常被讨论的 那三贴类的化物呢 它是牛樟知所含的数量是最高 是其他菇菌类所无法相比较的 有台湾红宝石支撑的牛樟知 是国宝级食药用真菌 含丰富营养成分 像是三贴类含量女活性 第0之高上数十倍 因此牛樟知特性 受到政府民间企业重视 积极投入研发 常见培育方式有 固态发酵培养 液态发酵培养 跟段木培育 台湾神级业者以专利技术 开发新的培育方式 我们改良了传统的固态发酵法 全程都不使用这个基因改造的工程 来帮助牛樟知的生长 国际标准的仪器HPLC 去跑出来的这一个图谱 跟野生牛樟知所跑出来的图谱 它的坡风其实相似度 化合物相似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相似度高达99.9% 培育牛樟知改良的固态发酵 几乎同等野生牛樟知 所得的三贴类 多糖体等多种指标营养成分 也远超过子实体 关键就在于业者使用 自家菌种银行的野生牛樟知真菌 利用技术植入 使用固态发酵 培育时间较长 约4到6个月 业者也全台走透透 不惜进入深山 只为找出最优良的菌株品种 针对塞菌的环境 我们特地挑选了一些 比较野地的地方 我们曾经到过花莲 新竹 只要在又潮湿又深山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寻找得到 这个牛樟知的这个踪迹 那么我们采了它的菌株之后 回来我们会去做 一一的去做比对 那么我们才可以确认说 到底是哪里去塞出来的 是最好 最优秀 也是最安全 我们是由一群专业的钥匙 还有研发团队 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我们可以做保健食品的专业开发 跟美容品的专业代工 我们从产品一开始的产品设计 然后产品的配方 都会做很严格的把关 通过90天毒性测试 固态发酵牛樟知的原料 拥有专业团队 业者更讲究牛樟知的品质控管 在政府尚未定法规前 就自主检测 并通过28天的毒性测试 平时稳扎稳打奠定的基础 当幸福法令下来 业者也在第一时间 通过90天毒性测试 并与大学产学合作 获得多项功效专利 精挑选出来的优秀菌种 也一一投入非常多的实验 更藉由所学 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像邻近的国家日本 他们的预防医学 就发展得非常的好 那么也因为呢 我是属于开发者的角色 所以我更坚信 我需要为民众来做一个 安全及功效性的把关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目标与信念 累积20多年对菌种的分析研究 成为菌种银行资料库的养分 从源头到产品 研究到开发 都能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 也推出自己的品牌 不仅为台湾生技产业加值 也为台湾红金产业 破转全球 带您看到明天12月29号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欧盟公布M3货币供给 台北车展开炮 红宝灯新贵 中国珠海26号到29号 要计现产令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